主料,鲜鱿鱼600克,青椒30克,红椒30克,黄椒30克,辅量,姜,蒜,葱,蚝油3毫升,沙茶酱3克,盐,米酒,小米椒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,将鱿鱼的红褐色表皮撕掉,清理干净耐脏,将鱿鱼剖开,里面朝外, 乘45度角间隔3毫米青滑鞋刀,制切透鱿鱼的三分之二,不可切透鱿鱼,划完后以云前的划线,转锅鱿鱼,再乘90度角间隔3毫米青滑鞋刀,然后将换好的鱿鱼片先切成条,再切成三角片,锅里烧开水,放入鱿鱼片蒜汤,看到鱿鱼片准区立即捞起,浸泡在冰水里,锅烧热后加入适量油, 爆香香,蒜,冲末,然后放入青红黄椒翻炒,翻炒后加入蚝油炒匀,最后加入适干水分的鱿鱼快速翻炒,放入沙茶酱和适量米酒炒匀之后出锅,撒上小米椒立即可,烹饪技巧,撕完化,蚝油,和沙茶酱酱有咸味,也要逐量棒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